來到第十三題,現在有一個四邊形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資料就是 AC 是 Perpendicular Biceta of Db 的 這條黃色的線把橙色的線垂直平分 即是會產生了 DE 等於 EB 並且有一個 White Angle 所以三條車一定是對的 另一方面,EC 是 90 度也對 因為這隻 90 度也是 90 度 最後,AE 等於 EC 是未必對的 因為它只是將橙線平分 它沒有說橙線是黃線的 Perpendicular Biceta 它是黃線是橙線 Perpendicular Biceta 所以 AE 是未必等於 EC 這裡可以舉一個例子 可能圖人會是這樣也不定 可能會是這樣的 那這個情況呢 那條黃線呢 仍然都會是將這條橙線 將這個 Db 平分為兩個 Equal 的部分 但問題就是 AE 未必等於 EC 所以答案就是 23 C for Cat 了 好,第十四題 那這個就是考慮記性的 在那個 Triangle 裡面 如果有一個圓形 這個圓形呢,其實我們叫做內圓 英文呢,就是 IN Scribe Circle 那這個內圓的Center 呢 其實就正正是 IN Center 有個 IN 字你可以記住 內就是 IN 嘛 所以答案呢,就是 C for Cat 了 然後去到第十五題 第十五題 又是考慮記性的 好 Optuse Angle Triangle 問你以下哪一個一定在裡面 那 IN Center 無論什麼 Triangle 都在裡面的啦 所以 1 是對的 那 Medium 也是啦 Medium 無論什麼 Triangle 都在那個 Triangle 裡面的 好,接著去到 3 了 Orphal Center 如果是 Obtuse Angle Triangle 這個就會 Outside Optuse Angle Triangle 所以呢,答案就是 1 2 了 那這條是考慮記性的 好,接著去到第十六條 這裏有個 Triangle 那他就想考慮 Triangle In Equality 那我寫回三條式啦 第一條式 是 S 加 S 加 3 大過 S 減 1 好,那就 Solve 了 兩邊 S 弱了 所以 S 就大過負 4 好,第二呢 就是 S 加 S 減 1 就大過 S 加 3 的 兩邊 S 弱了 S 大過 4 第三條 S 減 1 加 S 加 3 就會大過 S 的 兩邊 S 弱了 S 大過負 2 那,之前都說過了 S 是長度來的嘛 那你大過負數 大家都知道啦 這兩條是廢的 不用管的 這一定是對的 那就是說我們重點就是 放在 S 大過 4 這條式啦 那就真的答為 C for Cat 咯 好,接著第十七條 第十七條 問你以下哪一個 未必是 Parallel Gram 那 A 又很明顯是 因為它有 2 size Parellel 啦 是不是 OK 兩 pair的平衡邊 那 A 又對的 接著去到 B 啦 B 就 其實不是 Parallel Gram 因為我們 Parallel Gram 你是要 A 等 B 等 B 等 B 等 他都沒有說 那所以呢 B 就沒有Parell Gram 不過我們都看 C 和 D 啦 C 呢 就是 A 等於 EC B 等於 ED 那這個是對的 我們叫做 Diagonal Bizet Each Other D 啦 就是 Opposite Angles Equal 好,那所以呢 答案就是 B 啦 去到第十八條 現在有個正方形 那我示範這邊一樣先啦 接著它要找的是這隻 D EH 那留意這兩隻 那兩隻 那算到90度呢 這邊呢 亦都可以用 Adjacent Angles On Straight Line 說回這隻 90 啦 那 那 這兩隻 這隻加這隻加90 就是 180 度來的嘛 那就是說 這隻呢 就是 180 度 減 90 度 除二 就是 45 度 這隻也是 45 度 所以我們要的答案就是 45 加 90 就是 135 度 B for Boy 好 最後兩條 第十九條先啦 現在有個 Tion 那這個 Tion 呢 就講緊呢 很明顯就是這個 Ad 會配來 BC 啦 看回形狀 好了 一線啦 A B E 是不是 E-Collectable Triangle 那 那 這裡它給了一個等腰來的 所以 60 度過來 60 度 這個就是 Base Angles Isostatic Triangle 之後再用 Angles 目 Triangle 計上這隻都是 60 度 所以這個是 E-Collectable Triangle 好了 只有二 B C D 這隻是否 60 度呢 那 那條題目是沒有講過 A E 和 C D C 是不是 Parallel 的 這兩條它沒有講是否 Parallel 的話 那你是不知道這隻是否 60 度 所以 二呢 就未必對的 那三更加是 它只是講了 A D 和 B C 就是 Parallel 而已 它都沒有講 A E 和 D C 是不是 Parallel 那所以都是未必對的 所以答案就是 A for Apple 啦 第二十題 好 那 我們首先呢 就 不如就是 Focus 在 A E D 這個 Triangle 度先啦 在這個 Triangle 度 C 和 B 是 Mid Point 那就是說呢 那就是說呢 我們會有呢 兩個的 Result 啦 一個就是 D E 等於 2 B C 另一個呢 就是 D E 和 B C 是 Parallel 的 這兩個我們叫做 Mid Point Freedom 好 那 那 也就是說呢 這三條線會互相 Parallel 啦 所以 A F 和 D E 是 Parallel 2 是對的 好 接著我們 再看另一邊的 Triangle 啦 這邊 橙色這個 Triangle 在這個 Triangle 裏面呢 我們呢 就有 Parallel 給予你啦 亦都有 D B 等於 B A 啦 那所以我們就會有 D C 等於 C F 的 這個就是 Intercept Verem 那所以 1 是對的 好 最後去到 3 了 C D E 等於 C A F C D E 就是 這隻格 那 C A F 是 這隻格 那這兩隻格呢 這兩隻格呢 無裁是不會一樣的 一樣的那兩隻是哪一隻呀 就是 C D E 和 C F A 不是應該是這兩隻一樣的嗎? 應該是這兩隻一樣 又不是這兩隻一樣 那所以呢 3元就未必是對的 所以答案就是 A for Apple